好,同学们,我们今天要算的一个数呢 是六分之五乘以四分之三 六分之五乘以四分之三 我们可能会算出来直接用运算的方法 但是我们现在先要用图表的方法 列出一张表来看看这个图是怎么算出来的 这是一个整数一 把这个整数一分成六分 分六分 六分之一 六分之二 六分之三 六分之四 六分之五 六分之六 这样就是一个整数一 整数一是这一个整个的一个大格子 我们现在的第一个数不是整数一 是六分之五 所以我们要取它的六分之五 所以这一段是有效的 对不对 这也是有效的 所以我们先用彩色的笔把它给画出来 那个六分之六分之一 分成四分 对不对 一 一 这样就把它呢 分成了一 二三四 分成四分 分成四分呢 但是我们要取它的三分 因为是四分之三 所以要取它的三分 所以要取它的三分 变成什么呢 变成 所以这个是四分之三 我们真正 我们真正今天要用到的 快用光了 我们今天要用到的呢 只是这里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数一下 一二三 十三 四五六七八九 十 十一十二 十三十四 十五 十五个小格子 那么它总共有多少个小格子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整数 一给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 十三十四 十五十六 十七十八 十九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真正呢 其实它是分成了二十四个小格子 它真正取到的是这十五个小格子 是二十四个小格子之中的十五个小格子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 二十四个小格子中的十五个小格子 我们把它通分一下 十五和二十四 它们之间都有三作为它的公因数 所以三八二十四 三五一十五等于八分之五 所以它的结果是八分之五 我们同样回过头来 用直接用运算的方法来算立道题 三和六有一个公因数是三 三除以三等于一 六除以三等于二 所以现在已经变成最简 不能再约分了 二乘以四等于八 五乘以一等于五 有没有发现八分之五 我们用图表算出来的结果也是八分之五 所以八分之五是怎么算出来的 用运算的方法 我们可以这样运算出来 用图表的方法 我们可以这样画出一个框框来 画出来 这一块 现在在 这一块是我们要求的结果 对不对 这一块是我们要求的结果 它是这个整个面积的二十四分之十五 约分以后变成八分之五 好了看上去是不是很简单 这样一解出来 我们看上去就简单多了 只是这一个黄的地方 只是这一个 然后是画的虚线黄的地方 好我们现在一起做几道应用题 现在有一个箱子 箱子里头呢放了很多的苹果 放了多少个苹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七分之三 苹果是红苹果 剩下的是绿苹果 有二十四个绿苹果 那好我们先看一下 这里有一箱苹果 一箱苹果呢分成七份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分 七分之三 那就是这一部分 那就是这一部分 七分之三是红苹果 红苹果 剩下的呢是绿苹果 这一部分是绿苹果 哦哦绿苹果 绿苹果 那每一个二十四 除以四 等于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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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也是六 这个也是六 这个也是六 每一个都是六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能知道 红苹果就变成了六 乘以三 等于十八个苹果 六乘以三 等于十八个 红苹果加绿苹果 这里是二十四个 十八加二十四等于四十二个苹果 四十二 一共有四十二个苹果 第二题 有一个小朋友 周周 他呢花钱去买小汽车 剩下了四十二块钱 花了五分之二 剩下了四十二块钱 五分之二 那么这个是他的钱 小钢本 有很多很多的钱 把它分成几份呢 分成五份 一二三四五 分成五份 把它的钱分成五份 一二三四五 五分之二 是花掉的 用完 用来买了小汽车 用来买了小汽车 然后呢 还剩下四十二块钱 剩下的是四十二块钱 剩下的有三个格格 四十二 除以三等于十四 对不对 这里是十四 这里是十四 那每一个格格都是十四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我们现在要知道 他以前一共有多少钱 那么就是说 用剩下的钱 加上小汽车的钱 小汽车的钱实际上是 十四 十四 乘以二等于二十八 二十八加四十二 等于七十 对不对 二加八等于四加二等于六 近一等于七十 所以他一开始一共有七十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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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共有四百块钱 他一共有四百块钱呢 花了他的五分之二 我们先给他分成五分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五分 有点不太均匀了 一份 两份 三份 四份 一二三四五 五分之二 用来买了 Vacuum Cleaner How to draw a vacuum cleaner and with a hook Vacuum Cleaner 用他来买了一个吸尘器 然后剩下的钱呢 剩下的钱 花掉他的四分之一 剩下的钱 这是剩下的钱 剩下的钱 要分成四分 一二三 五分 他花掉多少呢 花掉这个四分之一 所以我们要求什么呢 要求剩下的这一部分的钱 我现在没有不同的颜色 我们现在要求这一部分 灰色的钱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四百块钱里面 五分之二 四百块钱要分成一二三四五 五分 那么这里是不是就是五分 八十块钱 八十块钱 这里也是八十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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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块钱里呢 又花掉了 这个里面 分出四分 这一个里头八十 那这里就是二十 对不对 二十 二十 二十加二十加二十 是六十块钱 花掉六十块钱 那么这个里头呢 就变成了 二十 二十 二十四十六十 六十块钱 一百二十块钱 一百八十块钱 一百八十块钱 对不对 所以 呃 所以 现在问他剩下多少钱 答 他剩下 一百八十 一百八十 A vendor sold two thirds of his hot dog in the morning 有很多很多 有很多很多的热狗 two thirds 那就要把它分成三分 一百八十块钱 上午 上午 卖掉这些 已经卖掉了 in the morning and 六分之一 in the afternoon 已经卖掉这么多 然后还要分成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 in the afternoon 他一共 他一共卖掉了二百个 二百 二百 现在问问这里还剩下多少 所以上午卖掉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呢 我们已经给算出去了 那么剩下的就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这里面 又要减去他其中的六分之一 所以三分之一减去六分之一 剩下的是六分之一 嗯嗯 这到底 我没有多好 从来 有一个人 他买hotdog 这里有一个狗狗 一狗 一狗 Hot Dog 賣這麼多Hot Dog 三分之二 早上賣了三份裡面的兩份 然後下午又賣了六份 那就等於再把它 六份裡面的一份 所以這裡是三分之二 實際上是等於六分之四 對不對 那麼這個裡面呢 是六分之一 所以加在一起 是六分之四加六分之一 等於六分之五 那麼這一大堆是多少呢 六分之五等於二百個 二百個 那麼每一份 一二三四五 五分裡面 每一份是多少呢 二百個 這裡是四十個 四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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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 八十 一百二十 一百六十 二百 那麼剩下的還是多少呢 那麼剩下的還是多少呢 剩下的就是四十個 它剩下的四十個 它剩下的四十個 六个 六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